最近有大哥哥说说我好久都没有拍车了 不像新华那些车子 今天我就给你们看两个 性价比超级高的车 也让你们顺便了解一下 现在20车的一个行情到底如何 一台是我们要3.0时刻打好热 一台是我们的凯迪拉凯 非常旁边这还是捧着 连凯迪拉凯都会收 不要听到凯迪拉凯感觉很贵 而这个车子只要3万多块钱 就可以入手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时刻打的好人 2013年5月份上拍的一艘车 目前的还在车子里面上 但还没有过给我们 10条马帕轮胎 只有左后轮胎是2年的 其他三条都是2002 这个类似摸顺这些也是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车子开的很少 只开了10万7千的公里 不要看到这些回程 这个戏之后就会很漂亮 因为它没得滑上的 这个左翼是车子 当时它崩的一个批作业 其实它不应该想崩批作业 因为它崩的那种来指令又不是很好 时间久了它就会老化 这不又给我们增加成本了是不是 如果它当时就选着这种补的 补作业我们嘻哈就亏了 还不用再花几百块钱 再去打个皮套 这样子你们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车子没有水跑了 你看嘛 像这些地毯上 虽然说这样是长大点 但是这个样子 也看得很清晰 很一目亮 你能够看到这个车的一个状态 这车就是后背象征的 还有它的后排空间超级超级大 这个是个比级车哈 它比那个迷惑的空间大多了 它是迷惑的哥哥 这车才有两万多块钱 然后这儿就说 给你们说那个凯迪拉凯 就这个 这个车子配置才高 我给你们说 这个也是二三年的啊 哦不对 二年 这个车缩弄起来 还有事啊 稍等我一下 这个是二年要三年的啊 不是的二年二三年哈 刚给你们说车了 这牌子这里超级高 360的一个环影 前后的一个雷达 然后是条米旁的一个轮胎 多功能的一个方向盘啊 电子收拾 还有这个双电动作业 那边有这儿还带推托 然后这个还是波斯一项 这个还有后背箱 改字的一个调节 这个功能咋是使用 我都不晓得啊 还是我们小兄弟跟我说的 说实话 我还没有说过这么高级别的车子 但是这个车子我还在说呢 因为它的一个功率是少啊 也是个一手车 各方面车狂这些还是黑巴士啊 要三年的车子 远车远辅的一手 才开13万公里 你们看这个城市要对不满 而且三万多块钱还带风味灯 看到没有 这个是迎宾灯啊 你们看整体的一个魔术 这个是3.0的一个死区版本啊 有朋友之前不是要照这种 要四驱动力好的车嘛 还要排一场大的车嘛 这种车就和和实实的很嘛 这个质感也还83是不是 这种车要是都没有新加币 就不想哪种车才有新加币啊 可不可以要小看这一台开的哪开啊 刚刚还专门去研究了一下 这个车子当时新车50多万 然后现在只卖3万多 一直都没关到去啊 你们说这种车子 它到底有没有新加币 我们一起打载评论去啊 那么今天视频来分享 就先这么多了 车子还有很多很多 50台左右的样子了 反正玻璃多小嘛 像这些车子 我觉得应该做的会很快很快啊 这就是个便宜啊 是真的很便宜